全亚洲的观众朋友您好 我是周玉琴 欢迎收看华夏财富直通车 带您直通财富的列车 在今天的节目呢 我们首先带您来关心几个最新的财经资讯 首先我们要看的就是 大陆的经济成长率究竟怎么看 国际货币基金IMF 他们最新公布的一个报告呢 是因为担心目前大陆经济改革的速度 将今明两年的经济成长预估值 分别从原先的7.5%跟7.3%呢 往下调到7.4%和7.1%了 而IMF也建议大陆把明年的GDP成长率 降到6.5%到7% IMF这个报告里面还提出警告 说除非大陆官方加快经济改革的速度 要不然的话呢 2015年到2020年之间 大陆的经济成长率恐怕会出现骤降 而IMF也解释 如果继续的维持现在的经济改革步伐 将重心从仰赖出口和资本密集产业 转向消费者需求 一旦这样的改革失败了 那GDP就有可能在2020年跌到3.5% 好 再来看的就是大陆人行时隔三个月 在31号这一天公开了市场重启14天 正回购付买回取代28天品种 正回购利率条件显示有意引导短期资金价格回落 也可能是人行有意缓减企业融资成本 本周资金转向近回龙110亿人民币 打破持续11周的单周净投放的格局 市场预测保持适度流动性基本调性不变 而数字显示 6月外汇占款大幅减到867.63亿人民币 也是一年多来首次出现的负成长 好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旺报副总编辑林美兹 来到节目现场跟大家来好好聊聊财经话题 我们欢迎美兹 各位观众大家好 主持人好 是 我想一开始我们先跟美兹来看一个消息 就是日前有消息指出 说大陆国家工商总局突击检查 微软在大陆的四个办公室 结果带走了档案跟电脑 甚至还对相关的工作人员展开询问 工商总局他们证实说 已经对微软涉嫌垄断的行为立案调查了 我们先带观众朋友来看一下江西卫视的这则报道 国家工商总局日前依法对微软中国有限公司 以及上海 广州 成都的分公司 同时进行反垄断突击检查 2013年6月 工商总局根据企业举报反映的微软公司 存在对其Windows操作系统和Office办公软件相关信息 没有完全公开造成的兼容性问题 以及搭售文件验证等问题进行了核查 认为微软公司具有反竞争性的嫌疑 目前案件正在调查中 好 我们刚刚看到这则报道 很显然这个PC作业系统龙头 微软在大陆俨然踢到了铁板了 微软是被举报说 涉嫌违反大陆反垄断法 那么大陆国家工商总局 对微软在包括北京 上海等地区 还有包括像是广州 成都 一共四个营业据点做突击检查 那么甚至有好几位微软公司的高层 都被调查了 我想一开始我们来先跟这个美姿来聊一下 就是说你怎么来看这个事件 的确我们其实发现到 就是说近年来呢 中美两国的政府 好像频频都在找对方的麻烦 会点名对方企业的股东背景 营业目的 甚至是经营瑕疵 种种的问题 像美国呢 他们就盯上了华为还有这个阿里巴巴嘛 那大陆呢 其实他们也去抓这个微软的毛病 还有Qualcomm高通 这个代表什么样子的意涵呢 就是这几年呢 中国崛起之后啊 跟那个中美的关系 其实就是非常的微妙 那尤其这一年来 其实两国尤其在网路资讯这个部分 已经交伙过非常多次了 从我觉得这件事情 因为微软就这么大的公司 然后在世界各国都是畅行无阻 但是却在这里踢到铁板 那大家非常的瞩目 那我觉得这个有两个层次的问题 第一个就是说 牵涉到资讯安全 这也是 现在已经上升到国家级的问题 那第二个就是产业面的问题 那那个资讯安全的问题的话 这个之前呢 就是从史诺登事件的时候 那个美国监控全球的一些网路 那时候牵涉到中国 中国就相当的不满嘛 那后来就是说美国又说 中国的网军也是在监督他们 所以其实就是在网路的这一块 其实当初就已经有一些很不愉快了 那再来后来就是发生那个华为的事情 他到美国一直受阻吧 那所以这也是很可以理解 就是说在某种程度上 大陆也会同样的 就说你既然是这么对我 那我也不用客气 那他是既高通之后又是微软 那这两个都是非常大的公司 所以会让大家就觉得就是说 这个是不是是在升温 那其实这个是有可能的 因为这个贸易 就是他一边是贸易战 那一边也牵涉到 就是说可能是会担心 因为华为当初就是因为 被指控说 他可能牵涉到国家的安全 那其实微软呢 他的那个系统 尤其问八系统之前呢 其实大陆也是在考量 就说就不要用什么的 所以其实他这个除了产业面之外 还有就是国家安全那个层次上的一些 一些就是角力 所以这个其实这场戏 可能还会再延续下去 大家就还蛮关注的 的确哦 因为大家现在在看就是说 你给的理由都是说 会涉及到国家安全 备受威胁跟挑战 但是呢 这其实另外一个层面呢 是产业面的竞争 所以中美的网通资讯大战 看起来似乎真的就越演越烈了 但是我们话说回来 你讲垄断 微软真的有垄断吗 微软在大陆的营收 他们讲很少啊 这个微软的前总裁 鲍尔默啊 他其实在2011年有说过 他说因为盗版的问题 所以微软来自于大陆的收入 其实比荷兰还要来的少 那么在这个大部分 如果都是这个盗版操作系统的市场 那还会被称之为垄断的话 就让人觉得非常奇怪了 美子怎么看呢 像微软其实本来跟 在大陆经营关系是非常用心的 所以其实比尔盖茨经常跑中国大陆 那其实就是对台湾来讲 其实我们相对要看到 国际的这些资讯业的巨头很难 但是在大陆是经常可以看得到的 但是微软呢 他在他打盗版 其实在全世界各国都是 都有在打 因为这影响到他的利益 但是2008年的时候 他那时候打盗版的时候 常常公布一些资讯 就是说比方说 因为我们也都知道 大陆其实防茂很严重 又不尊重智慧财产权权 这个就是开发中国家难免 但是他的就是发布的一些报告 其实会让大陆政府觉得 非常的没有面子 所以这个也是影响到 后来的一些关系 就说虽然他长期经营 但是后来就是关系有一些变化 那他大陆的那个国家版权局 其实已经有就跟他说过 就是说其实你应该考量 不管是在价格方面 或者是说他的一些规范方面 可能在要考量大陆的一些情况这样子 所以就是说他的那个反垄断 其实有各种层面 一方面是价格 比方说你可能问吧的那个价格 其实可能过高 因为对他来讲 他只是开发中国家 那第二个就是 你是不是用你的市场的地位 去影响到整个市场 所以他的反垄断并不是说 你好像进来市场不多 但是他其实你可以用你的市场地位 因为他在PC那个部分 PC软体部分 他其实有很大的影响力 那是不是在这个部分的话 他会影响到 就是大陆的产业的发展或什么的 那但是这当然都还在调查当中 但是就是说对大陆来讲 他其实他是可以 就是因为 其实就是你的政府关系 如果说不好的话 那其实也是会影响到 他在产业面就是产业面市场发展的一些运作 所以大家都会预期就是说 如果他对微软是有这样子的调查 不管最后结果是怎样 一定马上就是多少会影响到他的那个营业 营业利益 那甚至影响到他下一步 因为像之前的Google的 Google跟Facebook也都是这样 就是说对其实他们在大陆市场这块 其实经营不易啦 只能这么说 所以其实他这件事情这样子一直蔓延开来的话 不知道会不会造成一个冲击 那就是有可能会形成让很多其他的外资企业 尤其是网络资通的产业业者 他们文之色变 也就是说其实呢 这就有一点点在市井的意味 让其他的人因此而感到相当的备受威胁 这当然是 因为你就是高通微软这么大的国际性的公司 当然就是有一点杀鸡儆猴的味道 那对那个大陆的当局来讲 就是说他有可能就是借此 就是警告一些外资的企业 就是你必须照我的游戏规则来玩 尤其他这个资讯业 多多少少跟国家 就是我刚刚提到就是国家安全资讯的方面 其实是比较敏感一点的 所以那他如果说像他的做法就是 因为他的市场大 其实是你要来求他嘛 所以他们都要去经营大陆的关系就这样 所以他可以就是说 就是说我觉得我应该是希望你们怎么样 那你们就必须就是照我的规矩来做这样子 那在台湾如果相对我们台湾来讲 其实这个就比较困难 因为其实我们对这个大公司就 基本上他愿意来投资或什么就很高兴了 可是在大陆是不一样 而且他们基本上就看发中国家来讲 他是希望可以扶植他的产业 所以他也不希望就说太快你们这些国际公司 就把我的市场大饼都吃了 所以他们真的是借了这个维安之名 去砍了外资企业之后就扶植他们自己的企业了吗 对对对但是这个部分就是说目前这几年大陆的那个网际网路的产业 相关资讯产业其实发展的非常快 你可以看到富豪榜里头很多都是很年轻的就是资讯业的 已经超越了房地产业 但是目前其实实力上还是有一些 尤其像那个高通跟微软这样子这么大的那个国际性的公司 像他之前其实大陆也是就是官方的系统 包括那个政府机构跟国企事业 他其实有有禁令是不希望他用IBM的伺服器 或者是问吧的系统系统软体系统 可是事实上这个是有很大的困难 尤其像你那个有国际级那么大的那个金融系 金融银行嘛银行业你不可能就是跨国际的很多的 不管是国内或国外的 那你去用一个本土的 那可能还在发展中或是说不稳定的系统 这个对他影响风险太大 所以这个实际上是会有一些困难的 但是他就是他这是他的政策 等于有点政策宣示这样子 所以换句话说其实他已经先把这个意思 这个做出来了 就让你看到我的目的是什么 但是其实呢恐怕大陆方面的业者们 那本土的业者自己也要针对这个技术条件 要再加把对就是说他自己升级的速度 也是要够快那当然也不可能就是永远靠保护 尤其这一块的这一块的那个竞争 就是高科技其实非常日新月移的 是是那么微软他们没有申请政府保护 让政府把这行业的门呢给关上 那既然行业的门对所有的企业是打开的 微软的垄断就是市场竞争的结果 还是消费者自己去选择的结果呢 必须要好好的去想一想 那如果说大陆官方他们持续这样大刀开闸的话 将会让这个企业的技术创新 甚至是管理的这个改进 恐怕会非常的牛步了 我想这个其实大陆政府单位 也必须要好好的想清楚这个后遗症 对不对 是那么我们讲高通 高通这个Qualcomm呢 它是世界上最大的手机芯片制造商 最近呢在大陆反垄断调查当中 面临超过10亿美元的罚款 高通是因为向客户收专利授权费用 面临受罚 他们被指为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并且非法牟利 大陆政府是不是在利用 他们出台六年的反垄断法 跟价格竞争条例 对付全球的兼并呢 这点不知道美姿你怎么看 其实他从去年开始 大陆在那个就是运用反垄断的 这个条例跟措施的调查 其实就非常的 就案例就非常多 尤其都是针对国际的大公司 像是之前就是三星LG的面板 韩国厂 那在药厂的部分像葛兰素 这个也都是非常非常知名的案例 但是呢就是相对 因为大陆他现在的那个 经济实力已经成长到一定程度 他在国外其实也常面临到 就是一些反倾销税 反垄断的一些控诉 像之前美国就对大陆的 那个太阳能产业 还有车用轮胎 就是也有一些双反的调查 所以这就变成就是说 双边在那个贸易关系上 有点像是贸易保护主义在上升 这样子 所以就是会有 有就是但他这个多多少少都是有 就是你既然对我就是他们就是有来有往 既然你对我是倾销案是不软手 那我当然也不可能就是就是牺牲我自己的产业这样 但是大陆面临的就是说他现在也是积极要加入一些国际组织 那所以呢那你在加入国际组织的同时 又跟美国是有一些就是经贸谈判 那你势必要将来慢慢走向那个国际的 符合国际规范的一些一些做法这样子 对的确你也必须要做出适度的开放 对 否则的话其实呢 当你拉高了这个保护主义呢 你升高了跟国外的一种贸易对垒的局面的话 那恐怕其实要小心他的一种反作用 对对对 那可能就是双输的结果 的确 那会伤及到自己的 这的确是值得三思 那么在待会的节目当中 华夏财富直通车 我们继续还要谈论另外一个话题 那就是在大陆经营大卖场跟便利商店 好几年经验的润态集团呢 现在跟大陆的石化龙头业者 中石化有进一步的合作了 究竟会展开什么样子的新局面呢 锁定稍后华夏财富直通车 我们将继续的深入讨论 马上回来 欢迎您回到华夏财富直通车 带您直通财富的列车 接下来呢 我们要继续来跟 旺报副总编辑林美兹 来好好的聊一聊这个话题 是在大陆经营大卖场 跟便利商店 有好几年经验的润态集团呢 他们跟中石化旗下的子公司 签署了协议 双方将要在便利商店 这一块领域啊 试点合作经营了 那么这当然也因此呢 大家认为这是润态的一个大利多 因为它一举可以切入 中石化旗下的 两万三千多家的便利商店 每次我们想这个 跟您请教一下 就是说中石化啊 其实我们也知道 它在这个大陆的这个规模 这个手续一指 旗下超过三万家自营加油站 那么有两万三千多家的 一节便利店 那以中石化来讲 它是大陆最大 全球排第二大的成品油供应商 但是就很奇怪啊 就是说你做这个油品供应 做的成功 但是呢 它这个便利店的这个经营绩效 好像呢 就让人家觉得说 还有很大的努力空间 经营绩效欠佳 问题是出在哪里 那个中石化跟中石油 是大陆号称两桶油的 那个国企 就是我们所谓的国营事业 那其实它就是 等于他们靠卖油 就可以赚非常多的钱 而且呢 他们基本上在大陆 算是垄断地位的那个企业 所以基本上 他们赚钱就是非常容易 那对他们来讲 就是他们的大集团 衍生下去 有非常多的相关的 那个企业或关系企业 比方说它有加油站 那那个超商 可能就依附着加油站去设立 所以它可以非常多家 但是这个基本上 是它的那个 就是比较周边的企业 那它在经营管理上 可能不是那么的专业 因为它的本业 它也不会把重心摆在那里 它不会重心放在那里 而且国营企业在大陆来讲 就是说它可能就很赚钱 福利很好 那它会安插很多人 那这些人来讲 就是说他们会觉得说 我在国企 基本上大家都是觉得 是捧个铁饭碗 那就是大锅饭的心态 它不可能就是太努力去经营 基本上他们就是福利就已经很好了 所以就是说它不太可能就是在这个 就是作响其成的情况下 它还努力去怎么样子 怎么样子的拼击效 对对对 但是呢 那个大陆最近在整顿大陆的国营企业 所以他们就是出台了一个办法 就是他们有一些要求他们提高效率 那其中一个做法呢 就是要求他们就是有一个混合 混合所有制 那混合所有制就像我们的民营化 他希望他有一些的公司 其实是要释出股权的 那你去引进外来的那个策略投资者 那这样子可以就是刺激你的成长 或者是带给你新的技术 或者是一些管理的经验 那所以呢 这一块其实这块市场 大家都非常的瞩目 那银演良大家都知道 他的大陆关系非常的好 那所以呢 他可以在这一次这么快的一个机会下 就拿到这个案子 就跟这么大的公司合作 那可见呢 他这个大陆布局耕耘是非常的深 是非常的成功的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合作机会 是不是真的是润泰集团的下一个契机 因为我们其实看到他现在经营有成 那但是呢 其实如果能够跟中石化 再进一步的加深合作的话 是不是很多人就说 哇那不得了了 润泰要更发了 那一定是 因为其实银演良当初在设 那个大润发的时候 在大陆设大润发 大润发跟那个喜事多是超商嘛 那大润发是大买厂 其实那非常早期的时候都是特许事业 所以他虽然当初经营是要比本土的企业 还有国际很多大的零售商也都进去 虽然是比较辛苦 但是他就是运用他自己的人嘛 其实建立一套他非常强的系统 那他现在来讲 就是说他不只有大卖场 然后他有那个零售 就是超商零售商 他甚至还有网络 就是飞牛网 所以现在大陆非常流行 就是那个O2O 就是线上线下 就是你要虚拟的 你也要有那个实体的 那他基本上在那个零售的通路 就已经是布得非常的完善 就是说他的 实体的通路 实体通路 然后他有飞牛网的那个虚拟的通路 那他也是一种零售的通路 所以这块其实他的布局已经是 就是已经超越了 不管是外资的那个零售业者 或者是大陆本土的零售业者 是 所以我们瑞泰集团旗下 这个有喜多士便利商店 那么喜多士是第一家 大陆外资经营便利店 就可以获利的公司 非常的不容易 那么喜事多 他目前的资本额呢 超过了6000万美元 店数大约有600多家 那么以上海广州 还有这个长江 长江珠江三角洲等为主要的据点 那么他在大陆 为什么可以经营的如此成功 可以有出现这样子的一个获利呢 主要就是说 因为其实当初他们当然 就是宜燕良他自己的人马 大部分都是建设系统的 可是他们有借这样一些 那个就比方说他跟欧商有合作 那有一些物流业 或者是零售业一些的经验 那他自己的系统建议起来之后 就是说如果跟中石化的那个 易捷 对 易捷来比的话 他在经营管理上一定是 效率一定是远超过易捷 那另外就是他的物流系统 也是相当的强 那再来一个他就是 对于量饭店或者是零售业来讲 采购成本是非常关键的一个 这会影响到你获利 那他因为他已经有那个大卖场 又有那个超商 所以其实他的采购量是非常的大 而且我们之前去采访的时候 其实他们已经做到 就是说他们会有自己的农场 那他甚至也会有自己的道 就是去包道田 所以很多他是直接第一手 就是他不透过别的中间的中间商 他就是直接到产地 上下有一条边了 对对对 所以就是说他在进货的成本 其实就是非常的 就是很低 那他如果在加入的 那个易捷的系统之后 这个这么大的规模的话 就是当然他在采购上的 那个power就是更强了 那但是这一块的话 就是可以赢别人 因为其实像大卖场的部分 其实毛利并不是太高 所以你一定是压缩成本 那超商你就必须靠你的 就是你的据点多系统多 规模 规模大 对 那他加入 就是说其实他自己的 那个电才600多家 可是那个易捷就有2万多家 这个非常的悬殊 所以他如果可以去改造 那个易捷的那个系统的话 那这个整个布局就是 就说就他的数量来讲 就是相当的惊人 那另外刚刚提到的就是说 网上网下的这个 online offline的这个部分 其实他们也是可以合作的 就是说你有一些易捷的商品 或者你可以上网去 因为他有飞牛网 那易捷应该自己 基本上是没有网路的那一块 那这个部分对他也会有帮助 所以现在看到润泰抓住了 一个这么样大的一个商机 我想对于不管是 这个7-11 还有全家 这些超商业者来说 那么他们当然是 非常非常高度在关注 这个未来的一个市场上的变化 那么讲到全家 还有7-11 还有包括像喜事多等 他们都是台资的便利超商 在上海有大力的扩张据点 短短7年就已经对 大陆的本土便利超商 带来了很大的威胁 以上海来讲 现在还是以当地的超商占优势 一共大约是2000家的数量 远胜过台资的超商 但是台湾的超商 其实也有它的一些竞争实力 在哪一些方面 是领先大陆的本土业者呢 其实那个大陆早期的超商 我早期去的时候 他们其实比较像是 我们的那个就是杂货店 它不管是就是店面的陈设 或是那个就是进货的那个货品 其实跟我们的超商是就是定义上超商 其实差的很大 但是自从那个就是台湾像全家是 由台湾业者去经营的 然后那个喜事多 大家进去之后就改变了他们的一些生态 比方说最明显就是说 它的店面要非常的明亮干净 那货柜摆的 就是让人家就是看得舒舒服服的 然后重要的东西在哪里什么很清楚 那第二个呢 就是说你的服务要好 因为他们早期的话 就是比较没有服务的观念嘛 那台商基本上对这块是会比较重视的 那再来一个就是很有趣的 就是说台湾的那个超商 其实是引致日本的系统 可是其实我们后来发展出自己很多的特色 像我们的热食 那个便当餐盒 这个其实卖得很好 那后来引进大陆那边去之后 其实这块也还蛮热销的 比方说他们也会有关东煮啊 热馒头啊 有一些热食啊 但是我个人是觉得就说 跟台湾当然水准有点差别了 就说可能 但是就是还是可以提供这种方便 所以其实在那个年轻人的 这一个阶层当中 其实台资的那个 就是台资经营的那个超商 其实是还蛮受到欢迎的 而且其实我们看到台湾的超商业者们 我常常都觉得我们这些超商的店员很了不起 因为他真的什么事情 18班五亿都要会 对不对 连这个几个双麒麟也要会 那之前我们看到 就是什么样子的缴费账单 他也都要能够懂得照单全收 这18班五亿 样样都能来 这个大陆的本土超商 他们能够跟得上吗 那么他们是不是也会被迫要赶紧 要加执行的服务 要赶紧推出才能够转型呢 其实像那个大陆的那个超商 他们现在还有个优势 就是比方说本土的超商可以卖烟 然后那个就是外资的就不能卖 那这块是他们就是蛮大的 因为大陆抽烟的人口还是很多 那另外就是有一些电话加纸啊 什么这些的 就是说还是保障他们啦 但是这个会 就是说你有些账单啊 一些缴费啊 什么这些 这是将来的趋势 因为他就是要提供便利的嘛 那我想说他们应该也是 就是应该会是慢慢赶上 因为既然他已经可以去就是处置手机的那个费用 那他将来其他的费会 如果说制度可以配合的话 也是一定的趋势 是的确如此啊 所以当然我们也非常乐于看到就是 他们这样子的一个跟进 还有他们的改进之后呢 确实是可以带给消费者莫大的福音 那么我们另外再看就是今年五月份啊 大陆国企之一的中信泰富 就曾经配受了新股引进战略投资人 那么台湾的中国人寿信托跟富邦人寿 有分别认购8.09亿港币跟7.8亿港币 台资啊打入大陆国企 难道真的是成为趋势了吗 美资怎么看呢 我们也看到这一批 我们现在发现的确有越来越多的台资企业 他们跟大陆的国企 能够进一步的有看到实质方面的合作了 那么当然我们也知道 就是很多的台资企业 这是对他们来讲是梦寐以求的 的确 因为其实不管是台湾的金融业 或是各个行业 就是说你要自己在大陆 不管你在台湾是规模前几名的 但你到大陆市场去 其实相对来讲就是比较势单力薄 那尤其你对当地的市场 其实你的掌握度不是那么好 那更不要说你需要去经营 不管是上层的关系 中央的关系或是地方的关系 所以你如果可以打入他们的国企的系统的话 基本上就是已经在事业经营上 就是得到蛮高的成功率 但是另外有一个角度就是说 就比方说你在合作的时候 双方像我刚刚提到的 就是他们的混改制度 就是他引进的外资 会引进其他的外来的资金 他其实不会让你占大股 所以你就是入股资金 就是台湾业者在这个部分 就是会比较挣扎的地方 就是说如果我不是大股 就不能掌握太大的权利 但是我入股的话 起码我可以分享一些 我就说我再给你一些我的经验 那你大家一起成长 我还是可以分享利润 那所以就是这个中间是有点两难 但是现在的趋势来讲 就是说我们要去掌握他的大股 尤其是国际根本是不可能的事 那你只能就是用参与他 参股的方式 然后去参与整个大陆的市场 这个是还是比较好的一个捷径 所以他现在是不是可能 在各行各业方面都开展了 一个这样子的渠道了 对就是说他们就是希望 可以民营化的这个就是国营事业 民营化的这个政策 是非常的就是非常清楚的 就是以前呢 大家一直在讲就是说 国进民退 就是如果国营事业 它就是一直都非常大 那民间企业它就很难发展 但这个部分其实以前很难改善 但是它现在呢 就是混改制度 它是要求就是有一些的国营事业 就它就必须一定要做 所以就刚刚提到的 就是说它其实像中石化 它下面就是有一个销售公司 它就是确定就是它必须要事故 那这个部分如果是你有机会 可以去参与 就像润态 它已经基本上 它如果先跟它合作的某一个部分 它就有可能是优先 成为它的战略的伙伴 那这个当然对台湾来讲 就是说因为你这个是 它是国际级的 它已经是晋升国际级的集团 全球前十大的嘛 那这个高度是不一样的啦 那你像那个中国人寿 它跟那个大陆的 那个金融机构建设银行合作之后 它的那个保单的 就是说你那个销售量跟台湾 这是不能比 因为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市场概念嘛 对对对 好 那么等一下回来 我们继续还要来聊一聊 另外一个产业 那么那就是呢 在现阶段 其实呢 当大家呢 来看 就可能这个电脑是废弃物 或者是用过了这个手机 它已经是坏掉了 你把它当作是一个纯粹的垃圾 但是也要注意哦 垃圾会变成黄金 现在呢 有越来越多的业者 投入了这个产业 锁定稍后的 华夏财富直通车 我们带你来谈谈这一块商机 马上回来 欢迎您去锁定华夏财富直通车 带您直通财富的列车 来看最新的财金资讯呢 在上市前夕 大陆电商龙头阿里巴巴 传出来 有多起入股 即时通讯软体的消息 包括LINE 都有可能是阿里巴巴入股的标的 那么如果说真的 入股成功的话 阿里巴巴渴望杀入 在大陆被腾讯垄断的 即时通讯市场 根据统计 腾讯旗下WeChat 在大陆市场的使用率 高达82% 远远超过排在第二的 WhatsApp的15% 几乎就是垄断的地位了 那么腾讯呢 更拥有大陆最大的 网路游戏平台商 去年网路游戏的收入 就高达319.66亿人民币 可以说是腾讯最大的 一个金基姆 好 再来看今年2月份 大陆有破获近年来 最大的一起 所谓垃圾走私案 一共查扣了7.2万吨 废弃的3C电脑零件 结果发现 这条非法产业链 获利相当的丰厚 能用的二手零件 换上苹果三星的新壳 就能够重新的 在市面上销售 那么不能够使用的 靠粗劣污染环境的加工 还能够提炼出贵金属 但是庞大的黑心利益所换来的 却是让当地民众罹患 肺癌的几率偏高 一个个货位箱内 都是从欧美非法进口的 废弃3C电脑零件 这是大陆近年来 查获最大一起的 洋垃圾走私案 总重量高达7.2万吨 为何如此大费周章 飘洋过海6000公里运垃圾 因为里头可是暗藏庞大利润 重新换口接线 这是新的 打到平台牌子 打到三星的牌子 就是平台 重新卖 重新卖至少是30块钱一个 走进广州近郊 这个地下组装工厂 工人们正在拆解 电脑主机上的电源供应器 电子垃圾换个壳 就能成了品牌货重新卖到市场上 坏了烂了不能用的 还有办法练出才来 用火烤拿水煮 另一边在汕头的小座房里 刺鼻气味难闻 工人却不以为意 靠这种土法练出电路板上的贵金属 不但严重污染环境 还让周围学童的健康亮起红灯 我们体检基本上就是体检到90%以上的孩子 尽管大陆官方不断取缔 在利益的驱使下 让黑心产业链依旧一步步吞噬着孩子们的未来 记者综合报道 从北京到河北再到广东 其实潜藏着一条隐秘的地下电子垃圾产业链 根据了解这条产业链 每一年的产值可以说很惊人 每一年拆解废旧电器电子 还可以提炼出黄金等贵金属 那么说到这黄金呢 还可以占到大陆黄金年产量的5%左右 我们继续来请这个旺报的副总编辑林美兹来 跟我们来看一看 这个所谓的产业链怎么回事呢 垃圾可以变黄金耶 其实这条电子垃圾回收产业 它还快速的蓬勃发展 光是在北京就吸纳了30万的从业者 广东有个桂宇这个地方 就刚刚我们在报道当中看到这个桂宇 桂宇它能够拆解提炼出来的黄金产量 甚至可以占到大陆黄金总产量的20分之一 据说还可以影响到国际的金价走势 对 因为这个产业就像台湾早期 我们有费五金 然后有一些那个拆船业 其实那时候也都是就是非常赚钱的行业 那现在走到现在的趋势 就是看我们自己家里要有电脑 每个人都要有手机还有平板 所以你可以想见就是说 这个所谓的电子垃圾或者智慧垃圾 一定是越来越多 那我们从报道里头也可以刚看到 就是说其实那个先进国家里头 他们在处理这些电子垃圾 甚至有时候你是要付费去处理的 因为它可能会造成一些污染 即使就是说它可能只是稍微有瑕疵 但是因为我们都喜欢换更新 但是这些东西就是大概这些 那个先进国家的那些所谓的电子垃圾 有四分之一高达四分之一 都是流到包括像中国这样子的 那个就是开发中的国家去 那他们就是流到那里去的时候 就是说他们取得的那个成本 其实比较低 就是说因为都是人家不要的东西 然后他们就是手工 就是用很土法炼钢的方式去拆解 那里头的就是硅金属的东西 就是看国际行情 尤其就是国际行情好的时候 你那个就是废弃在利用的 当然就是价钱也会非常好 但是在大陆很有趣就是说 他们很喜欢就是 就是因为市场大 那他们的常就会就是一整个村落的人 他就是比方说他只去做个钥匙 或者是去做个什么打火机 或者是他们连毒品都是一个村子 大家一条龙去做 那像这个垃圾 那个电子垃圾也是 就是出现了好几个这种村落 他们其实就是一条龙 或者说他们是在一个大的 四合院里头包一个地方 或者什么 大家就是在底下做地下工厂 那就一条龙的作业 有人去收啊 有人去拆解啊 让有人在提炼这样子 就形成一个很大的那个 等于像是地下经济这样 是 那么产值是不是真的很高 利润非常的大 那么要不然的话 怎么会吸引到这么多的人 想要去投入呢 美联社其实有个报道 说致力于研究电子垃圾议题的 联合国一个智库 那么他们就有估计说 电子垃圾量会从2012年 在将近4800多万公顿 那么提高到2017年的 6500多万公顿 这样子一个数字 也就是说 它会逐年的越来越增加 那么像美国去年 倒的这个电子垃圾最多 其次就是大陆了 大陆是排在第二 所以照现在这样子来看的话 可能越来越多的人 都要投入这个去 从垃圾转变成黄金 来获利的一个产业 对 其实现在在国内外 有信用大陆 其实就是对于这个处理 电子垃圾的公司 并购案是相当的多 所以可以很明显 就是说或者是融资 就是注入资金的 这个案子也很多 所以就是可以看得出来 大家就是对这行业 是还蛮看好的 那其实在大陆呢 除了就我们刚刚提到 就是说它可能比较是地下工厂 或者是说就是个体户 他们自己去经营的之外 其实大陆是有所谓的 循环产业区 就是像我们的资源回收的 这种产业区 它还是有这样子的规划 但是就是说如果说你是在一个 就是正规的产业区里头 你当然就是相关的设备 因为它会产生很大的污染 那所以你这个污染的这个成本 就是你在环保的投资相对就高 那你可能你的利润相对就会被压缩 那另外就是因为大陆的污染 非常的严重 所以他们现在对于那个就是污染的这个部分 其实是会有一些明文的那个一些刑法 那之前呢就是大陆的那个最高人民法院 跟最高人民检察院 他有就是出台一个就是环境污染相关的刑责 所以说对于你如果要投入这种所谓的高污染产业 其实来讲就是说它的成本其实是会越点越高的 是所以换句话说 其实也许有越来越多人有心想要去投入 但是它的规范只会越来越严格 因为它必须要兼顾到环保减少污染的问题 所以其实你要去投入的话 你恐怕也必须要拉高你的技术层次 所以好所以刚刚这个每次讲到这个重点就是 你怎么样去克服一个污染的问题呢 因为如果像我们在刚刚讲 就是说这个拆解零件的时候 它其实会有这个什么焚烧冶炼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那你对于不仅是空气会污染 对于土壤甚至是水质都会造成污染 而且还是重度的污染 那么像山东有汕头大学 他们的医学院就曾经对桂宇做过一个健康抽查 结果发现呢 165名的1到6岁的儿童啊 全部都是血迁超标 电子垃圾里面就充斥了包括迁啊 拱啦多禄连本啦等等啊 可能会导致癌症啦 导致畸形啊 这样子一些物质 但是电子废弃物污染目前不在大陆环保部分的统计监测当中 有人就说其实这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难以治理的地带 所以其实这个要怎么样去铁腕茶器 让民众的健康不至于造成危害呢 这是不是也是一大难题呢 对就是其实大陆近年来 他们的环保意识也是就是蛮高涨的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有一些化学工厂在设立的时候 还会发生群众抗疫的事件 对 但是就是像他这个大陆就是功利性比较重 就是说他是有利可图的事业的话 基本上还是会有非常多的人去投入 那如果说他可以对地方带来裁员 那就是看地方的选择 像有一些如果说是你是沿海的比较发达的城市 那其实他们现在对于高污染的行业 即使就是说你可以做到很高的环保或什么 他们也是不接受 他们就是要高新技术 所以就往西部移动 对所以他就是必须去往一些 就是说他还就是开发程度比较低西部的地方 那可能当地政府还可以容忍你 或者是说他愿意就是为了 可能有一些经济发展去牺牲某一些的 那个就是说某一些的经济 环境上面的一些代价这样子 是是好 所以呢这是现在我们看到的 就是这种电子废弃物 如何去处理让垃圾变黄金 这是目前大陆另外一个产业的变化 那么下一节的节目回来呢 我们要让观众朋友来了解一下 就是现在其实也看到大陆社会当中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他们选择不是去捧金饭碗 铁饭碗 而是自己出来创业了 那么究竟这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社会新趋势呢 锁定稍后的华夏财富直通车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华夏财富直通车 带您直通财富的列车 现在在大陆其实也有很多的社会新鲜人 觉得工作越来越难找了 那么在郑州呢有个毕业生 他拥有高薪稳定的工作 亲朋好友都很羡慕的同时 他居然把这工作辞了 做什么呢 他自己跟朋友出来创业 卖猪蹄 请您先来看看陕西卫视的这则报道 在河南郑州 记者见到了正在给顾客打包猪蹄的店主展星 展星告诉记者 自己2012年毕业于湖南大学计算机工程系 之后在北京一家国企从事IT行业 月薪8000元 工作题面稳定 曾让不少亲朋羡慕 但他却觉得这样的生活让他实之无味 于是他拉着自己同年毕业的朋友 于今年6月一起在郑州开启了这家猪蹄店 我现在干 我再忙再苦再累 都是自己的事情 而在工作的话 有那种受同事还要环境影响 都有那种摩扬工的情形 你每天坐在那里其实没有事 但你还是要在那里坐着 那个工作态度跟工作畸形就不一样了 展星说 其实目前猪蹄店开张20多天 轻利润就达到了3万元 这让他很高兴 展星表示 自己的猪蹄店能生意兴隆 和自己在大学学的知识也是相关的 IT行业最主要的一个思维就是 他要拉用户 对吧 他不管他赚钱不赚钱 只要用户量够多 他总有一天会赚钱 其实我们做这个也是一样 先就是为了扩大影响 拉回头客 然后把用户 把顾客的数量 撑上去 比如在美团 还有这些东西的推广 是为了要人气 好我们来看看大陆的大学生 就业的状况到底是如何的呢 今年就有一个报告显示 在去年大学生毕业自主创业的比例 是2.3% 这比2012年又高出了0.3%了 现在大陆的政府 是不是非常鼓励 这个毕业生出来创业呢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他在5月份主持 国务院的一项会议的时候 他以Bill Gates为例 大学生创业对于大陆经济 转型升级意义很重大 所以就要求加强实施 新大学生创业引领计划 所以这个是不是因此会让年轻人创业 更加的趋之若鹜呢 美兹您怎么看呢 就是大陆在那边鼓励 年轻人创业 他其实有一个背景 就是说他现在大学毕业生越来越多 现在大概727万了 但是同时他的经济成长 已经从两位数变成 就是保七保八这样子的程度 所以就说大学生其实他要让他们就是充分的就业 其实是有困难的 所以另一方面 所以他们就希望说可以把他们导向去创业 而且呢 就像刚刚我们那个例子 可以看得到 就是说他们80后90后的那个年轻人 其实跟老一辈的就是有很大的差别 就是说他们老一辈比较 就是比较资深一点的 就是劳工 他们愿意在工厂这样子 每天为了赚钱 他甚至加班什么无所谓这样 可是他们现在年轻一辈的8090年 他其实一胎化之后 他们其实爸爸妈妈 爷爷奶奶 外公外婆 大家就是和养他一个 所以其实他从小就生活无忧 那他不可能去过 就是他就是 就是工厂那种生活 他比较难以可以持续下去 所以他们都会想去创业 就是说做我喜欢做的事 因为他们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金钱负担 所以这个走上创业的路呢 对他们来讲就是 可能是就是比较好的选择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说 这几年就是网路 其实网路创业 有很多的机会 那这个也比较适合年轻人 的确 那么在北京呢 就有淘宝网 百度还有腾讯的软体工程师 他们呢 明明手上的工作 是让大家人人称献 年薪可达百万 但是呢 还是要自己出来创业 他们辞职创业的风潮 那么当然也有人 曾经有引起过一些争议 因为有很多的这个名校毕业生 他们辞职创业 结果投入的呢 却是跟他们的专长 毫无关联的 包括小吃 以及养殖业 美姿 这个其实也是 在台湾有曾经 引起争议过 对不对 我们有一个非常知名的 鸡牌博士 本来大家都不认识他 后来呢 是宏海董事长 郭台铭提到了 这样的名字 觉得说 好像他这样子去卖鸡牌 有点可惜了 但是当然我们也看到这位鸡牌博士 现在店越来越多 做的也挺成功的 这个好像有点雷同之处 对 因为在那个大陆 其实他们前几年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案子 就是北京的那个学生 因为你知道北大是非常难考进去的 都是各省的精英这样 那这个北大的学生呢 他那个毕业之后呢 他就去卖猪肉 所以我们叫他猪肉王子 但是也是非常成功 因为猪肉他大家都觉得 就是村富处 村富那个村民 就是切切切切 然后就卖出去 好像是非常 就是非常低阶的一个工作 可是他可以导入他一些企业管理 所以其实规模也可以做的比较大 那也有硕士生呢 就去卖鸣粉什么 这种例子蛮多的 那因为大陆他现在的那个发 经济发展已经走向 就是服务业 第三产业 那个就是开始快速发展的时候 所以其实创业如果是走餐饮的 这个其实 也是一个不错的路 因为大陆人嘛 就是那么多人总是要吃 那另外刚刚有提到 那个养殖业的部分 其实在大陆 因为就是跟食物食品有关 其实养殖业的部分 很多大企业 甚至是制造业 网络业的大企业家都在投入 外资也在投入 所以这块其实是会有他的市场的 那新市场呢 在大陆就是这样 就是新市场呢 其实还蛮适合年轻人去 因为你可以用你的创意去 去把它就是经营 尤其是像那个网路销售的 这个部分也是义乌 像义乌的那个小市场里头 他们也就是培养一批年轻人 就是专去做网路的销售 那绩效也是蛮好的 是 那大陆方面其实也看到 就台湾年轻人啊 他们出来创业的例子非常多 而且也都是很成功 所以呢 他们就挖角台湾的年轻人 到大陆去创业 其实呢 每次当然我们也很高兴能够看到 就是说台湾的年轻人 有越来越多的很好的出路 但是呢 大陆的人才来到台湾的工作啊 是相对比较困难的 所以你反过来想 如果我们台湾的人才都到大陆 这样子去工作都被挖角过去了 帮助他们来创业了等等 那这样的话 好像台湾的优势反而会是一个隐忧 因为就是台湾如果说 它的经济没有办法再更上层楼 比方说我们的那个自由贸易示范区 没有办法再 就是赶快通过赶快发展的话 就是相对来讲 你的工作机会就是比较少 那年轻人出走 不管他是去大陆或是别的地方 就会变成是一个趋势 那大陆对我们来讲就是直觉上 因为同文同种 可能是比较好切入的 那其实大陆那边的话 它有非常多的一些地方 或者是说推出各种方案 它其实就是希望吸引台湾的人才 尤其在之前的那个金融业 高科技业 那现在是服务业跟文化创业产业 其实都非常多 他们对台湾的艺术家 也是就是极尽拉拢 可是相对来讲 就是说我们呢 就是拒绝大陆的人才 这个其实对我们来讲 并不是一件好现象 因为你是越开放越国际化 那只要他们愿意来这边 那个就是对我们产业有帮助 我们就应该用开放的心去接受 这样子才有助于你的产业升级 是 而且的确从现在目前来看的话 就大陆的方面 它的这个创业的环境 越来越好 其实呢 对于台湾人来说 也就越来越具有吸引力 对对对 是 那如果说这 我们流出去的多 进来的少的话 那就是在人力上 其实就是一种赤字 那其实不管是各行各业 其实你都是靠人才 才能够去发展的 的确如此 好 今天非常谢谢 这个美资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跟我们来分享这么多 华夏财富直通车 我们下个星期再会 在哪儿的地方